头22线是北中辽居民通往南投市区的主要道路 但十多年来从未改善的道路早就困扰地方居民许久 但经过地方陈勤以及各级民意代表争取 与县府积极筹策金费 才能让北中辽居民的连外道路得以改善 这条路完全不能放过 专业车的路就它都涛起来 很多站在路的人都涉下去 这家园政府、园长很用心 花三千多万来做专业车到稍微九个的部分 来清修 专业车也放得很好 对我们开车方面的安全性非常高 让我们这些机民在开车方面 起车去车出入来外更平安 本次除了改善头22线道路品质之外 也针对汇盐水的地方加以改善排水系统 不仅要确保道路品质之外 更一并改善排水系统 就是希望能够解决偏乡地区的基础建设 也提升北中辽居民的生活品质 这条路利用刚刚大水的时候 都会从我们的岗子的路面把沿水起来 经过管理人来到现任来质盖过 又把变境 有需要的沿水的地方都还在台暗空 让我们的岗子可以流出 让我们不要说因为路后的时候 一些沿水的部分 让我们骑机车的人经过那里涉入 现在我们的岗子的部分都要完成 索通得很好 希望用这条路做好料 用带动到我们北中辽的公共 品质更加提高 希望透过地方层情 各级民意代表争取 先辅积极筹策策经费改善 可以让头22线的道路品质大大提升 也让北中辽居民连外道路可以更加平坦 确保通行民众与车辆 顺民财产安全 记者六昌中辽采访报道